嗨,晚上好,我是成一,现在我想借你的30秒时间,在微信中搜索并关注我的同名公众号,成一,每晚21点40分,和千万孤独的灵魂一起,和你,说晚安。 曾经有个女孩和我说,你们男生总会说好听的话,没有在一起之前嘴巴上抹了蜜一样,说女孩是千好万好,会一辈子守护和珍惜的,这话能信吗,太主观了吧。 守护的前提是你们觉得女孩子好,要是有一天觉得不好,就不守护了吗,这样的话我才不信,你们要守护的不是这个人,还是你心里的那种感觉。 我听了之后有点懵,好像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有前提的,就像你想吃东西是因为饿了,就像你想减肥是因为有爱了,就像你想奋斗了是因为没钱,让自己委屈了,好像喜欢一个人也是这样,因为喜欢你,才会去守护。 我愣在原地,他说,我说吧,你没话讲了吧,你们男孩子自己都没有想清楚,就说要照顾别人一辈子,你们知道一辈子是什么吗,从来都没有想过吧,一辈子是责任啊,很重很重的责任啊。 我说,可是我觉得喜欢就是一辈子啊,他双手插腰,腮帮子气鼓鼓地对着我讲,我都说了,不要动不动就是一辈子,你要想好一辈子意味着什么,这么轻易说出口的一辈子,我才不喜欢。 后来我想了很久,也问自己,我会喜欢一个人一辈子吗,别人都说这世间的一切都会改变,你又凭什么讲一辈子。 曾经喜欢冰淇淋,后来好像并不喜欢了,曾经喜欢打游戏,后来好像也没当初的热情了,就连原来最喜欢的那颗鞋,后来好像还是被取代了。 有一天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我们聊到了感情,有人问,你最害怕感情里的什么? 有个姑娘躲在角落里声音很小地说,欺骗,大家看着她,她有一些不好意思,我就是怕我在计划着未来,而她在计划着离开。 其实不爱了,没关系的,直接和我讲,但是不要骗我,那样我就是很傻很傻的傻瓜,我不想到最后什么都失去了,自己还变成了一个傻瓜。 她和男朋友分手,是她提的,提出来之后就分手了,谁也没有挽回。 她其实很遗憾的,她觉得那个男生也会遗憾,但是她错了,因为那个男生很快就和别人在一起了。 那时候她才发现那些冷漠,那些冷眼,不过是她分手的寂寥,她不想做那个先开口的坏人,所以把不爱伪装好,让女孩先开了口。 她说到这里,有些难过,其实他们早就在一起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很讨厌这样,真的很难过。 要是不爱呢,要是你喜欢上别人可以告诉我的,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我也不会又哭又闹,我知道相爱和离别是人生的避免不了的桥段,但是不要骗我,我不想做傻瓜。 女孩用手抹了抹眼泪,目光努力撑着,好像不想让人知道她流泪的事实一样。 那时候我忽然间好像明白了,感情里最重要的是对彼此的真诚,我们可以争吵,我们可以生气,你举着嘴不讲话,我会去哄你,给你拥抱。 你要是不想讲话,我就到处找笑话逗你笑,但是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你的心里也没有住进过别人,就这样一直到老。 女孩用手抹眼泪 dance 消失在街边 你坐在墨板地铁 轻轻闭着眼 也许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心就会好过一点 可是却忘不了 对她的依恋 总是找不到 一个洒脱的理由 还欺骗自己分手 还能做朋友 曾经爱过恨过的尽头 现在要怎么停留 那些温暖背后 多少眼泪流 相见不如不见 却又期盼那一天 你总是此道此言 怎么说再见 曾经许下诺言 定个画面 要怎么兑现 多少思念化成 那一声抱歉 总是找不到 一个洒脱的理由 还欺骗自己分手 还能做朋友 曾经爱过恨过的尽头 现在又怎么停留 那些温暖背后 多少眼泪流 相见不如不见 却又期盼那一天 你总是此道此言 怎么说再见 曾经许下脑言 定个画面 要怎么兑现 多少思念化成 那一声抱歉 你是一个傻瓜 不再向前 可他也不会走我 只会让他泛火 一个人彷徨 走平自己的手 相见不说不见 却又期盼那一天 你总是此道此言 怎么说再见 曾经许下诺言 定个画面 要怎么兑现 多少思念化成 那一声抱歉 本来的互相